巡逻车 嘿 马特 忙碌了一夜吧 很好 这个城市给我非常宁静的感觉 似乎所有的麻烦制造者都在睡觉 噓 马特 你听到有人在哭吗 还是只有我听到 让我们去看看 你看 拖拉机本在那儿 嘿 本 你看到有人在哭吗 嗯 嗯 让我们叫醒垃圾车加里 他可能知道些什么 嘿 加里 抱歉打搅你 不过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哭 嗯 嗯 这里什么都没有 让我们看看街上 这是粉色小车 苏西 嘿 苏西 你在这里做什么 你怎么了 哦 路灯坏了 而你又怕黑 我明白了 我们在这儿确实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没事了 苏西 你现在是安全的 不过你可以打开你的车灯吗 哦 车灯都坏了 怪不得你会害怕 不过不用担心 苏西 马特会把你安全地带到家 嘿 马特 你要去哪里 怎么了 哦 我知道了 弗兰克就在两条街以外 他能听到你的声音 你好 朋友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嗯 嗯 苏西在这里 他需要回家 但他的前大灯坏掉了 街道又太暗 你会帮助我们吗 弗兰克 嗯 嗯 谢谢你 弗兰克 你们可以护送苏西回家 嗯 嗯 别担心 苏西 马特和弗兰克帮你解决 你听到某种噪音了吗 那是从哪里来的 你看那个影子 它看起来像一个可怕的怪物 哦 我们需要掉头吗 哦 那是推土机比利 他在边睡觉边行驶 嘿 比利 醒醒吧 醒醒 比利 嗯 比利 你能告诉我们 你们如何回到汽车城中心吗 太棒了 比利 非常感谢 不过 请不要边睡觉边开车哦 哈哈哈哈 再见 比利 再见 好了 苏西 你已经安全到达了 再见 苏西 不要忘记明天第一件事 就是修好你的车灯 马特 弗兰克 下次见 再见 再见